非有消息 美国的海王星航空服务公司 准备改装一批空客A319 100型灭火飞机 估计会有15架左右 这批飞机最早或许在2026年投入使用 但全部到位需要8到10年 美国和加拿大经常发生野火 在这些国家 扑灭野火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私人企业的商机 如果被政府或者农场主喊去灭火 通常有可观的收入 但条件是技术必须过硬 必须击到火灭 不然下次就没有生意了 这种方式比政府自购灭火飞机 不仅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而且通常情况下比较高效 美国和加拿大有多家公司 将各种飞机改装为灭火飞机 包括DC10、波音747、CRG和Dash8等 规模较大的公司 有美国的空中辩论 有19架飞机 还有美国的10个水罐 有4架大型的DC10灭火飞机 海王星此前是使用BAE146灭火飞机 它每次能够载水 或者是阻燃剂约11吨 能力稍微差一些 而且飞机逐渐老旧了 空客A319毕竟是干线飞机 更换为A319之后 估计每次可以载水17吨 比BAE146提升了近50% 从全球范围来看 灭火飞机基本都是改装 或者借用而来的 有些使用水上飞机 例如 加拿大著名的CL415 由庞巴迪研制 个头并不算大 起飞全重 只有20吨 但是因为身材小巧 从河道或湖泊取水 非常的方便 每5到10分钟 就能往返一次火场 效率很高 再比如俄罗斯的别200 这款飞机 本来是作为客机研制的 但在灭火工作中大放异彩 在全球四处救火 有些则是像美国这样 使用任何合适的飞机进行改装 毕竟野火不是每天发生 专门研制的话不太划算 飞机灭火的特点是快 能够在火势开始蔓延之前 迅速赶到火场控制局势 希腊的很多山火 都是刚刚发生不久 就由飞机赶到控制 然后再由地面人员前往清理 比起人海战术 可以有效地减少伤亡 在加拿大 当偏远地区发生火灾的时候 甚至干脆派CL415 直接前往浇灭 都不动用地面消防车 在美国 除了固定翼飞机外 还有大量的直升机参与灭火的情况 直升机更加灵活 除了灭火 还能担负起救援的任务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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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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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